大家好 我是Tracy小姐淑文 很多人常常在說 人如果不老 其實腸胃道就要好 所以這個腸道的健康好重要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現代人 大家都會說紋癌色變 當中看一下大腸癌 可是連續十二年叫做癌亡 所以這個缺乏膳食纖維 常常有這個 嗯不出來的朋友 要小心注意 那傷腦筋怎麼辦 我究竟可不可以 也享受美食的同時 我也可以兼顧健康 窈窕 不用怕胖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馬上邀請到好多好朋友 要來跟大家來分享囉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養生達人 林秋香林老師 美麗的主持人 大家好 楊衛帥哥好 好 同時也要歡迎我們的農業達人 吳瑞彰 吳老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客人又見面了 好 以及我們的金牌主廚 楊品毅主廚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剛剛講到說 現在的人是怎麼會膳食纖維 不夠 老師 秋香老師說 那叫做什麼結實臉 怎麼啦 因為現在的人 你看 大家都是 早期說要吃得好 但是早期什麼吃得好 都也匆匆的一杯牛奶就走掉了 對不對 然後你中餐又吃便當 裡面的那個青菜又不夠 那晚餐有一些家庭主婦 真的也不能說他懶 就說 等於就說 他其實是力不從心 他又從外面買了一個便當回家 所以一整天算起來 他的青菜的攝取量 一定是不夠 絕對不夠 那你的蔬果的攝取量不夠 你的纖維質就不夠 纖維質不夠的話 你的腸子就會抗疫 因為他的蠕動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纖維 而且這個纖維 他可以讓你的腸道的有抑菌 可以生長得比較好 重點在這邊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好的環境 讓這個有抑菌去生長的話 其實你只能要講說你會健康 我如果不太相信 所以老師就是你說 我們的健康就是吃出來的 對 是 是 吳老師 你說農業達人 跟我們吃什麼有什麼關係 有 當然有 其實我們都知道 吃蔬菜水果有最好 醫生告訴我們要什麼 天天什麼 五 七 九 天天五 七 九 就是說小孩子六歲左右 大概要吃五份的蔬菜水果 來 我們這邊有個幫大家整理 對 然後女生的話 至少吃七份 大概四份的蔬菜 三份的水果 男生是九份 大概是五份的什麼蔬菜 四份水果 一份得多少呢 一個拳頭這麼大 不是到九份吃水果 是吃九份的水果 這九個拳頭 對 是 怎麼可能 所以啊 所以為什麼說 因為現在台灣人現在富裕了 他有錢了 我們大概吃好 吃好 做均衡 對 忘了吃什麼 蔬菜水果 然後蔬菜都吃什麼 滷涼豆干 老師 你說男生 像高麗菜一天要吃九顆就對了 那是嗎 不是 那要你的前頭大小 但是這珠珠的縮小 比如說沒有太深的 比如說像這個蘋果 就跟你的蘋果大小 跟你的前頭大小 差不多 要比較大一點 比如說你看 女生要吃到 如果蘋果要吃七顆 對 就是整個 整個加起來七份 根本不可能 蔬菜加水果 然後要吃到那麼大的量 然後你看一下 我這樣一半 觀眾朋友 有誰做得到 一手 不可能吧 要問一下我們平均 平均家是賣那個蔬菜的 你家賣菜對不對 孝順的兒子 平常做金牌主廚 還有幫媽媽買菜 你自己有沒有吃到五七九 沒有 就是我 其實我媽也常常拿菜回來 但是都沒有時間煮 太懶了 對啦 自己買菜 很方便 因為人家放在他們家的頭上 所以老師 你今天說有一個聰明的分享 我吃不夠 因為我跟大家講 台灣真的是不到 什麼都有水產 漁產 蔬菜都有 那我們現在農民很厲害 以前叫菜金菜頭 那我們現在農民把那個菜金 把它變成家家戶都吃得起的 你知道嗎 一種什麼配方 對 來我介紹 我分享 因為我隨身攜帶像這一小包 你知道這一包 它大概有25公克的膳食纖維 25公克大概多少你知道嗎 小顆高麗菜一顆 大顆至少半顆以上 所以大概小顆高麗菜一顆 一個成人一天要吃什麼你知道嗎 大概也要吃35公克左右的膳食纖維 你說這樣一包 就這樣一顆 這個膳食纖維 我強調膳食纖維 所以大概成人一顆 人一天要25克到30克 所以要吃一包到兩包左右 才夠你膳食纖維的量 那不夠怎麼辦 我就是用方法快速補充 來我等一下大家補充一下好不好 就是剪開之後 直接沖什麼 沖溫水冰水都可以 冷的熱的都可以 對對對 因為我要泡給大家喝 所以我用雪克杯 不好意思 在家我直接泡就好了 用雪克一下比較快了 像這個的話 等於是把大概我們一顆高麗菜 小顆高麗菜的分量 把它變在這一杯裡面 那麼直接沖泡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吳老師你說健康 還有那個什麼膳食纖維 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好不好喝這件事 對 像我平常都這樣子戴著喝 要扣著 要扎著 隨時補充 登山的話我把它 引到那個蔬菜攤 再在身邊走 對 要吃水果 蘋果 喝一口就好了 然後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太興奮跟大家分享 這些小分享 你看一下 裡面一顆一顆 那怎麼知道嗎 那叫膳食纖維 來 喝喝看 好 對 你再喝一口 等於吃一口青菜 有香香甜甜的味道 我有聞到蔬菜的味道 哈密瓜 這裡面它有39種 它有蔬菜 有水果 像哈密瓜 蘋果 鳳梨 水果都有 好喝耶 好喝 對 蔬菜裡面有高麗菜 什麼都 最主要它還加什麼 骨類 因為剛剛我跟QRN 討論的時候說 其實現在喝蔬菜 所以吃多了 也要喝什麼骨類很重要 是 因為扇子纖維 分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 是 兩個都在裡面了 所以這樣很重要 其實說 如果你沒有一些 就是油脂在裡面的話 你好的一些營養素 你有沒有辦法吸收 也有一些營養素 就是一個脂溶性的 那像我們這裡面 有一些就是像 有些胡蘿蔔之類的 還有一些那個 那個茄紅素 其實都是需要脂肪 但是我們不是說 在這裡面加了脂肪 但是我們在這裡面 有一些堅果的成分在裡面 堅果就有一個好的油脂 其實我今天喝這個 我已經是喝了大概第四十 四十幾倍了 吳老師我已經跟他 但我已經先跟吳老師拿了一盒 然後吃了 吃了以後 我跟你講 我是換錢吃 因為我怕胖 年紀大 六十幾歲 代謝一定很糟糕 我換錢吃 所以我在吃飯的時候 你就不會很餓 所以飯前飯後 都不一樣嗎 對 有不一樣 那如果說 有人說 那我今天禮拜天 我要做個什麼 斷食代餐 很簡單 就把整根香蕉 或鳳梨什麼 水果再加進去 是調味用的 當令當季 放下就把它放下 我今天就加一整顆的 一整個香蕉對不對 那所以 吳老師今天要教大家 是變成怎樣 高鮮的 對 斷食代餐 斷食代餐 其實我們現在 很好做金額 然後其實如果說 我們在加熱比較有時間的話 你吃一點膳膳纖維 然後不吃一些肉類 不是要加牛奶也可以加嗎 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其實如果說我想加牛奶 我也可以不要放水 是不是 對 用牛奶 好 其實我都是加豆漿 豆漿 不再加牛就加豆漿 可以再順便補充碗 加一包之後 加牛奶 因為牛奶比較少 一杯半杯都可以 加牛奶也可以加進去 或加優格都很方便 都很棒 對 因為我們現在人比較多 那我們果汁一打比較快 好 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就是很快速的 有39種蔬菜水果 還有果類 對 堅果 是 的膳食纖維都在裡面 對 你看其實現在很方便 就是家裡面都有這種 小型的果汁機 對 然後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充分攪拌之後 加水果 加貢梨 或加香蕉都可以 都可以 好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夏天你要加冰塊 做冰沙也很好 對 那其實像我早餐都這樣子喝 因為現在的台灣也是一個科技 科技的國度 對不對 像這個有一個小蓋子 它可以這樣直接這樣喝 得用吸管 對吸管 那我現在是分給大家 所以就 我就是要不凝色 表面你最後再去加你自己的小杯子 小蓋子 這顏色也很漂亮 你看看淡淡的綠色 好美喔 而且這種綠 它本身加穀類纖維在裡面 它不是只有草而已 其實像只有草那個綠色的 真的會太好喝 對 是不是 又加了這個香蕉更濃郁 對 加分真的是加好好多的那個 這個加分是double又double的 真的非常好喝 對 那剛剛吳老師講說 飯前飯後吃不一樣 所以有個小實驗要交給大家 對不對 飯前喝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自己也沒有喝 我自己先喝一下好嗎 我在說要口感 我覺得這蠻適合那種新手媽媽 沒有什麼祕託啦 很簡單 像我自己就這樣子 熱水口杯 這個小朋友又這樣子 口感好喝 又有這個吸管 這樣子他一定很喜歡 很方便 喝不完的話 要不要收起來對不對 我還可以蓋起來繼續 好 我要等著 待會自己再喝一杯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膳食纖維很重要 怎麼去挑 屬於自己適合的配方 我跟大家做個實驗 我很有科學精神 我準備兩個杯子 兩個杯對不對 也是一樣喔 這是我朋友從日本買回來的那個青枝 有 青枝很流行 前一陣子很流行 對喔 然後一杯喔 PK我們你知道嗎 台灣國產的那個 對 三十九種的 三十九種素菜水果對不對 一樣喔 我們都會同時剪開 我們做什麼知道嗎 膨脹系數實驗 我們先剪開之後 對 這個實驗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飯前吃 對 為什麼會有飽足感 因為飽足感是來自於什麼 膳食纖維 對 我們把兩個杯子對不對 水大概加一樣的 一樣的分量 那麼做個什麼 做個膨脹系數實驗 就是如果膳食纖維越多 相對的喔 它的膨脹系數什麼 就越快 也是一樣 來 我們把兩個加進去 很簡單 好 然後沖泡之後呢 他等一下就會 就會譬如說 來我們先泡我們這一杯 一樣 攪拌 好 所以等於是說 現在加水就是說 吃下去一樣是 一般流行的青汁 或者是這個有飽足感的 三十九種蔬菜水果的果汁 對 這樣子兩個一樣在喝 有不一樣 可是 剛剛我跟秋香老師 還在聊說 那個青汁 我最害怕就是那個草味 對 他除了草味就是 他也是比較冷 他不是每一個體質都能喝的 因為有一些人 其實如果說你的免疫有問題的 其實喝青汁的時候 還是要去問一下醫生 對 那如果你很容易會拉肚子的人 喝青汁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像這個 我們三十九種的這個蔬果的這個纖維 三十纖維 因為他有穀物什麼 就是很營養的 對 非常營養的一個成分 就是均衡的營養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保險的 那尤其剛剛吳老師在講說 我們人一天要補充三十九種的蔬菜水果 而且是要二十五公克對不對 對 最少二十五公克 我們看一下 對二十五公克大概多少 一顆高麗菜 或者是大概十顆左右的蘋果 還有就是糙米飯 不是指那個 不是我們一般白米 那要糙米 為什麼 因為糙米才有什麼 才有膳食纖維在裡面 好 經過一點點時間 所以有什麼改變嗎 對 我們現在 我們真的已經到底 我們不做假 對 那但是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種膳食纖維 他必須要水才去 對 水 然後碰上之後 你看一下 你現在我左邊這一個 他還是水水 但是我們臺灣膳食纖維 你看一下 這個配方他已經慢慢變得你知道嗎 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哪些膳食纖維 這邊看一下 補充 來 有全穀類的 他有穀類 他有蔬菜 有水果 還有什麼 還有堅果這些 那大概分幾種 堅果 包括你看像我們的什麼 黑芝麻 白果 這些松子等等 然後蔬菜的話 像那個什麼大麥 糯葉 小麥 糯葉 還有芹菜 然後穀類的話 包括什麼黃金穀 黃金米 葉麥 蕎麥 這些都有 最主要是還有什麼 他口感的甜味來自於水果 好 所以捧起來了沒 我們趕快來見真章 好 那我們開始 你看一下 倒起來對不對 倒 你看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哇 要捧起來 代表說飯前吃 就會有飽足感 飽足感 對 你看一下 我們左右 你們可以看出來 你看一下 這個青汁碎出來 進去水 出來是水 但是我們散纖維 我們不做假 你看一下 全部他已經把水吸住了 所以記得 喝膳 吃膳食纖維 你要多喝水 好 所以大家 膳食纖維一定要補好補滿 天天蔬果579 醫生就遠離我了 好 更多膳食纖維的美味料理 廣告後馬上回來 天天蔬果579 一定膳食纖維 就是要補好補滿 這杯真正好喝 而且吳老師 我怎麼發現他放越久 他越濃稠 他會有膳食纖維 膨脹 所以為什麼說 吃的膳食纖維要多喝水 是 如果水不夠的話 他反而造成負擔 但是水補充夠的話 他會讓你非常順暢 而且你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膳食纖維不是說 只有蔬菜水果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水溶性 我們膳食纖維分水溶性 跟不水溶性的 你看像骨類 骨類膳食纖維 蔬菜水果的 還有我們一些 比如說堅果類的 都完全不同 這東西非常的多 所以這樣子 一杯很漂亮的翡翠綠 裡面有蔬菜的膳食纖維 對 蔬菜膳食纖維水果的 還有骨類 都在裡面了 所以一杯搞定 骨類跟堅果 究竟有哪些人需要膳食纖維 這件事真的是 是不是沒有分男女老少 那都很需要 來 我們看一下 上班族 久坐的 然後我調的 還有老年家 秋山老師 對 竟然有高達超過一半的上班族 都有嗯不出來的困擾 其實老人家更嚴重 老人家會更嚴重 對 是 真的嗎 很簡單 我現在帶一個便當來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 要不能吃的便當 排骨便當 控肚便當 什麼便當都有 對 打開之後你看一下 來 看一下 完全看 都是肉 都沒有菜 這個是剛剛工作同仁吃的 有啦 菜有啦 一點點 不要說五七九 連四分之一分之不夠 就是菜就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台風來 菜很貴 對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來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些 撇步方法 我們 怎麼迅速都一定保證 你可以補充到一天 你說25克到30克的 我們簡單做實驗好了 這邊有一杯水 對 這杯水跟我們腸子一樣 你看上面有油 油大概是你吃那塊 排骨便當的油脂量 對 那為什麼膳食纖維很重要 這是蠟油 加進蠟油下去 我們可能大魚大肉 或是今天吃的比較油膩 那為什麼說 炸個排骨 我們要每天 蘇果五七九 因為蔬菜水果裡面的什麼 有膳的纖維 可是現在不夠 你要吃什麼 吃骨類 糙米 小麥大麥都要吃 那我們把這個骨粉 我們在膳中 蒜水果加下去 這樣是代表說 代表說 如果大魚大肉之後 飯後的時候也可以喝 是嗎 對 飯後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幫你 把那些油脂包覆住 趕快做 把它包起來 然後它就會往下 所以我們做一個 做一個腸胃蠕動的一個 一個模擬測試 那你看 我們喝了這些 什麼油 辣油 什麼油 反正只要是油 都會造成生理負擔 對 那我們這樣慢慢的話 你看 它會慢慢先吸油 再吸水 因為膳纖維為什麼 那麼重要 因為它會把我們身體上的 多餘的油脂 把它排除掉 你看 慢慢 你看 它已經慢慢往下 對 包起來還掉整顆 你看是整顆 整顆往下掉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 可能每天吃完三餐之後 你要多喝水 你要補充膳食纖維 要多喝水 然後我們就是模擬 很腸胃一定浮動 所以為什麼說你現在 坐著 你會沒辦法 恩恩不順暢 因為你的腸胃 跟著你休息了 所以其實飯後散布一下 對 就小跑步一下 然後這些膳食纖維 它會把我們的油 把我們的一些老舊恢復 然後你看 慢慢的排空出去 我發現它整個一個 那個油脂全部把它包起來 完全一起吸附完 所以它包覆住 你就不會去吸收 這些過多的油 所以你的那個三酸乾油脂 你的膽固醇 就不用擔心太高 這很重要 因為那個油脂 如果是好的 乾淨的油還好 可是很多炸過的東西 其實那些油 都已經氧化過的油 那像這樣把它包覆住 藉由它包覆住 再來腸子的蠕動 把它排掉 那就真的就是非常的健康 對就是吃的進去 也要能排得出來 是 這很重要 我現在覺得它整個 完全大融合 對 它會等一下就會 一顆一顆掉下來 對 我們現在真的是 從頭一鏡到底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那個膳食纖維 那麼重要 因為膳食纖維 以多次膳食纖維 它才會把一些老舊廢物 來油脂 把它包覆 對 包覆住 然後排出體外去 而且吳老師 你說這裡面 它還有什麼水溶性的 還有紫溶性的 對 還有什麼什麼非水溶性 對 非水溶性 有粗纖維 細纖維 粗纖維就是大哨把一樣 它把大垃圾掃走 然後剩下一些小垃圾 對不對 所以水溶性纖維就是 把小垃圾再帶走 你看它就是一顆一顆 包覆住 然後就掉下來 好 真的好神奇 就是說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溶於水 所以它可以讓 變得軟軟的 那就像這個燕麥 糙米 大麥 豆類 蔬果 水果當中 都有這個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如果是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吳老師 你說像小麥糊 什麼全麥麵包 古類蔬菜也有 也有在裡面 所以說我們記得 為什麼要吃什麼 全食物 全營養 吃一種 兩種它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一般我們要 初始要吃 蔬菜要吃 水果要吃 但是你可能沒有時間 補充那麼多對不對 所以要透過一些 比如額外補充的纖維 來做調整 我們畫面趕快準備過來 我發現它包得很完整 對 很完整 而且如果這樣再包下去 每天就是要讓它順順的出來 對不對 是 好 所以現在這樣包出來 如果第二天 如果這個排的時候 可以排得很舒服 你看一下它慢慢再往下沉 就是說我們每天吃一些油 吃一些造成我們身體負擔東西 那我們都吃蔬菜水果 它就會慢慢的把整個 其實你不用搖 你看這一邊 還準備準備 你看 都出來了 還出去了 為什麼說 真的耶 纖維很重要 那現在為什麼大腸癌 是國病第一名 因為你吃太少的蔬菜水果 你別都打開 跟那個肉 那個肉 那個瓶瓜大 那個菜呢 一碎 這怎麼夠 所以接下來就是金牌主廚這邊 馬上喔 說從早上開始 就要補充膳食纖維 對不對 沒錯 就是簡單的一個煎餅 要教大家一個 簡單一個煎餅 然後我們再加上我們的蔬果粉 裡面有一些馬鈴薯跟蔥花 藉由它那個粉 煎下去的餅會比較Q 也比較香 然後就不會再加糖 就直接加一點鹽巴 它就會有點甜味 就是你也可以做甜的做鹽都可以 所以老師 吳老師 他這裡面膳食纖維 這樣有夠不夠 這樣是有夠 因為吃狗粒菜在裡面 對 所以如果真的不夠 再加一包下去 再加一包 像正常人是一包就夠了 像我真的是 加兩包 對 蜜也炒蜜也炒 多加一包 不要客氣 對它比較好一下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煎起來會綠綠的 好 我們先開火 所以難怪這一道叫做三九高鮮 蔬菜煎餅 好 那這樣子呢 吃起來的口感啊 不知道是怎麼樣 很期待 最主要是這樣 你說什麼 它是會脆跟Q 脆跟Q 而且呢 你看這麼有煎蛋 主持人忙的時候跟你講 我先偷吃煎蛋 煎蛋 那煎蛋 那煎蛋為什麼綠色的 因為我們加什麼 剛剛主廚加什麼 這個蔬果粉 三九粉 對 然後我就帶來我 好 故鄉的是什麼 滷肉 滷肉 對 所以等一下 煎一煎一煎 我們就是你說 三十九種的蔬菜水果當中 那吳老師 你剛剛講說 三十九種蔬菜水果 除了說像這樣子 為什麼做蒸蛋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有陽車前子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你那個蒸蛋 我發現它是QQ的 對QQ的 對 這個是不是很像果凍的感覺 其實它不是陽菜 它這個叫扇人纖維 因為裡面纖維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叫 這個叫高鮮蒸蛋 它綠色是來自於月利素 然後那個 有一點那個黑黑的部分 就是我們什麼 骨粉 它有骨類在裡面 所以吃這個煎蛋裡面 同時又吃到什麼 青菜 水果 還有骨物 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那個蒸蛋在裡面 我們現在看一下 主廚鍋內的那個 已經升級版的煎餅 對 因為 可能一般煎餅菜不太夠 一般煎餅都是用什麼 都用澱粉 麵粉 對 不然頂多加點蔥花而已 可是不會有人加一顆 整個高麗菜下去 為什麼 因為水分太多 然後為什麼二十九種 蔬菜水果裡面 它已經把水分去掉 所以只要加進去之後 是三十九種 二十九種 三十九種 這以上喔 要以上喔 要以上才夠 因為現在人太缺乏 這種蔬菜水果了 很重要 那平易主廚 剛剛有特別講 其實它很孝順 你知道嗎 它除了是金牌主廚以外 平常說家裡在賣菜 是不是 就是會去市場幫忙賣菜 其實我媽也會懶很多菜回來 然後 因為天氣很熱嘛 現在菜鬼 所以它也懶得 就沒時間煮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也特別跟大家分享 那主廚竟然是有圖有真相 哪一個是你媽媽 最左邊那一個 最左邊這一個 阿醫生這一個 真的是幫忙賣菜 然後你家賣的菜挺多的耶 可是剛剛主廚其實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有時候遇到颱風天或下雨天 你看一下後面下大雨 老師 吳老師你說這個叫做菜金菜頭 那時候如果菜很貴的時候 平常吃的量就不夠了 遇到颱風天不就是怎麼吃 菜三八五十 變成一百五十 有時候又不季 不季 其實現在 現在的非常氣候 農民的菜已經種太出來了 其實很多人買菜都覺得很貴 高級菜這樣一顆就要一百 快兩百塊 一百多 一百多 對 快兩百塊 所以其實吳老師我發現 如果有你這樣子一個小法寶 隨時想到什麼時候補充 一個剪刀剪下去 馬上補充 也不用擔心說颱風天 菜很貴就不要 就省著點吃 其實我自己會把它應用到 靈裡心致我就會帶在包包裡面 我今天要去跟朋友聚餐的時候 因為你去吃那個吃到飽的時候 你沒吃 你會堆不起你的錢 對不對 吃完了 你要怎麼樣把它排出來 所以我就是吃完 吃完的時候在喝咖啡的時候 我那邊有熱水 就把它泡 就先用溫水拿把它泡開 喝下去 回來就油脂就會排掉了 難怪人家維持窈窕身材 是有祕訣的 好 這個煎餅看起來很好吃 吳老師你說那個什麼 蒸蛋還有滷肉 滷肉你怎麼會對熱水拿起來 因為這是加那個滷肉罐頭 這是我們家用的滷肉罐頭 泡熱水喔 泡熱水就好了 因為現在時間很短對不對 我們加熱水就是解凍了 它本身是常溫的 所以不用去放冷 我加熱水就可以把它燙起來 對 然後把這個 它只要解凍之後 你看一下 它的滷肉就好 香 顏色很漂亮 對 我們就加上去就好了 我還擔心你來不及做 原來是這樣子加熱打開就可以 我借花獻博 好快喔 我借那個我們主廚做的那個高鮮蒸蛋 對不對 我加個滷肉這樣子 就是全家老少喜歡吃什麼 滷肉高鮮蒸蛋 要吃肉也要有菜餅 對 吃魚吃肉也要菜餅 其實這個真的是適合一家老小 真的 好方便 媽媽先來 謝謝 其實這樣來說就很方便 所以這個腸胃到顧得好 健康就沒有煩惱 廣告回來 還有更多更多這個 有高鮮又健康營養的料理分享 這真的是非常清甜 對 清甜 喝得到遠遠的味道